这外地的老乡啊 他也熟悉这个地儿 不信您就问 他肯定说 咦 这个地儿熟啊 原来那时候有个薯菜匹发是虫啊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北京城有很多地儿啊 原来这个名字其实是很具象化的 不过现在呢 都当做地名使用 您比如说吧 东四西四 那原来啊 它不只是个地名 这两个词啊 原来是指 那个地儿的牌漏 也难怪呢 这大伙儿啊 都不记得牌漏了 因为这牌漏啊 早就给拆了 不过它有没拆的 也被人只当做一个地名罢了 有很多当地人一提起大中四 那第一时间想到的 也无非就是商业圈 公交车站 地铁车站 再嘛 就是大中四社区附近的 各个居民小区了 这外地的老乡啊 他也熟悉这个地儿 不信您就问 他肯定说 咦 这个地儿 熟啊 原来那是个蔬菜批发市场啊 不过这蔬菜批发市场啊 那真是拆除了 今儿咱不聊这些啊 今儿咱们还真就得聊聊 这座叫大中四的庙 要说这座古庙啊 它多冤呢 其实人家有大名啊 人家叫绝生寺 这儿啊 从来没叫过大中四 就是因为 这是收藏了一口 永乐大中 所以啊 让老百姓给叫俗了 一来二去啊 哎大中四就大中四吧 您瞧这绝生寺的大名啊 倒真没几个人知道了 这个地儿它现在的正经名字 也叫大中四古中博物馆 今儿咱们要讲的故事啊 好听不好听 还在其次 主要呢 来这儿就是为了吐槽 咱们一到这大中四的山门口啊 您就能看到 这门额上啊 它明明白白写着呢 赤剑绝生寺 对喽 这是皇上加盖的庙宇 这有人就说了 这里边藏着永乐大中 这一定是座明代的庙啊 其实不是啊 这正经八经的 是一座清代的庙 这是哪个皇上赤剑的呢 哎 这是雍正皇帝赤剑的 在雍正十一年 在这儿建庙以前啊 这个地儿啊 原来是一片空铲 叫曾家庄雍正皇帝啊 觉得这地儿不错 所以呢 就在这儿建了绝生寺 聊着聊着呀 咱们就到了第一个要吐槽的地儿了 您瞧门额上这块扁了吗 蓝扁金字 赤剑绝生寺 有的人呢 就想当然的认为 这赤剑绝生寺 既然是雍正皇帝赤剑的 这扁上的字啊 那一定是雍正皇帝手术 你没瞧 这扁边上还圈着龙子吗 其实啊 错了 这块扁呢 还真不是雍正皇帝的手术 这块扁是谁写的 是果亲王云里写的 就是雍正皇帝那十七帝 哎 您还不知道啊 就是那甄欢传 甄欢传里边那果亲王 和那环环有一腿 说不清楚的那位王爷 常看我小片的朋友啊 您知道 咱们呀 去过这个果亲王云里的坟 就在一线青西陵不远的地方 难得的是啊 比其他的亲王墓 保护的还有好一些 虽然已经被盗 但是神道桥和宝顶都还在 还有一块硕大的龟幅大碑 今儿啊 咱们不聊云里 咱们还是啊 接着聊着大宗寺 如今的大宗寺古中博物馆啊 一共收藏了四百多口古中 这其中啊 还包括东阳中和西阳中 前后啊 有五道院 一共十个展厅 各个展厅啊 都各有特色 这些展厅当中啊 都详细的给您介绍了 这各时期古中的用途 以及功能 和古中的区分分类 不过既然到这儿了 您最应该看的 还是大宗寺古中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最后移到院里的名 永乐大宗 说到这儿 您就该问了吧 这永乐大宗 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呢 哎 您听我慢慢说呀 哎 这小孩没娘 他说起来呀 话长 话说 这永乐皇帝朱棣 终于通过静难之意啊 得到了这皇帝的宝座 不但如此啊 他还把首都 从南京迁到了北京 有人就说呀 这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 在北京城的建筑上啊 有三大功绩 其一呢 就是修建了紫禁城 哎 也就是现在的故宫啊 还有呢 就是修建了这南郊的天地坛 也就是现在天坛的前身 再者呢 就是铸造了这口永乐大宗 您看这口永乐大宗 说他是中华第一宗啊 那还真不是言之为故 虽然呢 他不是中国 哎 也不是北京城 最大的一口古宗 但是他的精美程度啊 那堪称是绝顶啊 您瞧这大宗啊 他身上没有其他繁荣的装饰 他唯一的装饰啊 就是这中身通体 密密麻麻的经文 这些经文和咒语啊 他不光有汉字 还有繁文 泱泱二十三万字之多呀 并且啊 经过工作人员的校队 没有一个错字 不但中身上布满了文字 而且啊 内部也都是文字 就连这个上边悬挂大宗的 迁接件上 也都注满了经文 所以呢 这是一口啊 不折不扣的佛钟 您要说这口永的大宗啊 那他是真漂亮 不过他再漂亮啊 他也不是谁都带进他 刚才咱们也说了 这口大宗啊 朱棣住出来的时候 他是一口佛钟 于是呢 他就把他放到了 这个皇家的佛事场所 叫汉经厂 这大宗在那儿啊 一工作啊 就是二百年到了万历年间 这万历皇帝的生母啊 李太后 她是个信服的老太后 这万历皇帝呢 就为自己的母亲 建了一座万寿寺 于是啊 就把这座大宗 叮巴叮巴的 搬到了万寿寺 每天呢 在万寿寺名中 为这李太后祈福 转眼啊 就到了天启年了 这天启皇帝 他耳根子软 有人呢 就跟这天启皇帝说了 这北京的西方啊 属白虎座 在这白虎座敲钟 对当朝天子可是大不利啊 得 这万寿寺啊 正好在北京的西边 这天启皇帝一听 哎 大不利啊 那算了吧 就告诉万寿寺的和尚 这钟啊 打筋起敲不淡了 天启皇帝还是不放心呢 干脆叫人呢 把这钟啊 唠架下地儿 这回啊 这钟想敲 他也敲不响了 这大钟啊 在地下一蹲呢 就蹲到了乾隆年间 乾隆皇帝啊 也耗这些神了滚了的 就跟这皇上说 这皇城北边的绝生寺啊 它属土 土呢会生金 咱们可以把这永乐大同钟啊 挂到绝生寺去 这样呢 可以镇住君师 永保太平 乾隆皇帝一听啊 琢磨了 嗯 这爱卿说的呀 是那么麻的事 搬家 大钟搬家 于是啊 这永乐大钟啊 第三次搬家 又搬到了这绝生寺 在这绝生寺后边啊 建了武道院 在武道院里 起了钟楼 把这大钟啊 往上一挂 二百年 没人动过它了 我说什么来着 这大钟寺啊 让人吐槽地儿是多吧 大钟寺 它也不是因为大钟 而建寺 这大钟呢 原本呢 也不是挂在这儿 也不是为这座寺 而铸造的 所以这绝生寺啊 后来被叫做大钟寺 完全是把钟 挂在这儿以后 老百姓叫熟了 约定俗成的名字 大钟寺里的永乐大钟 要说他还有一地儿 可以吐槽 哪儿呢 就是这个大钟啊 他着实的 不要脸 你要来这儿一问呢 从馆长 一直到看门的保安 他们都得告诉您 这大钟寺里边的永乐大钟 那是北京 乃至中国当仁不让的钟王啊 殊不知啊 这口永乐大钟 它是46.5吨 就在北京 就在北京城内 就一口65吨的永乐大钟钟 人家还没说话呢 您要是想听这段 北京中王挑战赛的故事啊 那您就留言区给我留言 告诉我一声 我呀赶紧编辑 赶紧就发出来讲给您听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您是长按点赞啊 咱们明天准见 得嘞 天不早了 今儿就到这儿 咱们明儿见